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邝俊宇 今天是2024年4月7日 星期日 這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怪物 話說將軍澳今天有件事 有個出帝員無故送狗上門 然後說收檢人是不知道誰送狗過來的 結果被棄於走廊 相關熱話內容是怎樣的呢 跟各位一起了解 另一邊商也講講有關昨天 元朗有個兒童踩著電單車在街上走 據報今天事件有進展 相關兒童在網上炫耀自己的戰車 甚至留言說你覺得我會怕嗎 看來未知自己闖了 最新的情況如何跟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亦講講香港各大的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路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 根據HK01最新報道 將軍澳出帝員送狗上門 然後再把狗丟在走廊 住戶不滿 就說那人放下狗拍照給我便走了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實驚無神收到出帝員送狗上門 任何人都應該會不知所存 這件事正正發生在將軍澳一位街坊身上 事主日前4月6日在社交平台Facebook群組發帖文 說一名出帝員突然送了一隻貴虎狗上門 由於他當刻都不知誰是寄件人和狗籍的來歷 於是拒絕接收 怎知對方就這樣把狗放在走廊 就說對方把狗放下拍照給我過後便走了 01聯絡了發帖文的事主吳女士了解 他就說對出帝員的處理手法感到不滿 直言沒有簽收拍照給我們便走了 吳女士表示會向那間公司作出投訴 暫時未打算報警和向愛協求助 並指向網友報平安和 或者狗目前安全已經交由被朋友照顧 01正就事件向涉事的速遞公司查詢 當中事件引來網友的關注 批評相關速遞員的處理手法有問題 就說那隻狗是生的 沒理由當成死物這樣送 也說怎知那隻狗有沒有病 竟然叫人接狗入屋 也有人質疑是棄養 不知道是否新的手法不要動物 後來01聯絡了那位事主 事主強調那隻狗剛剛找到人收留 就說昨天收到這個速遞員的通知時間 完全不知情 就說大為困擾 用了一整晚的時間向客戶服務查詢和到處了解 最終確認了速遞員的身份 後來發現那個事件有機會涉及婆媳狗婚 因疑惑有人把小狗送走 不過吳女士就說不方便聯絡他 即是個記檢人 而他本人也不太清楚事件的詳情 他最為不滿就是那個速遞員的處理手法 他表明會向公司投訴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整件事怪怪的 據報這個住戶報清 完全不知哪裡寄一隻狗給他 結果速遞員就這樣把狗放在走廊 最後這個人接了狗 另外找了人收養住 另外經過一晚的了解過後 估計這件事跟婆媳狗婚有關 不過誰婆、誰媳和事主又有沒有關係 就沒有說得太清楚 事主就說未打算報警 也沒有找外協 估計事件樸索迷你 還要有待了解 究竟誰將狗記出 而相關速遞公司這樣做會否有問題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堅尼地城網紅咖啡旁的燈柱突然爆炸 蓋是飛脫出來的 擊中了一名18歲的內地少女 報道的內文提到 堅尼地城發生罕見意外 在今天4月7號晚上7點多 核事街近堅尼地城旁一支燈柱發生爆炸 一名18歲姓關的內地少女 途經上指的時間走避不及 頭部被炸傷流血 消防接報到場並圍封現場進行調查 至於受傷的少女就清醒 送往瑪麗醫院治理 據了解涉事的燈柱位於堅尼地城一間網紅咖啡旁 平日都有不少年輕人到場打卡拍照 現場所見 燈柱的蓋是被炸至飛脫 電線外露 消防衛風現場並開喉戒備 港燈及煤氣公司的人員也在場進行檢查 警方經初步調查 相信燈柱因為電線短路問題而導致意外發生 會與相關部門跟進事件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認真離奇 整條燈柱的蓋是飛脫的 擊中了一名途經的18歲內地少女 罕見的意外 暫時未知為何會離奇爆炸 還要有待了解 初步估計與電線短路有關 另外也說說這單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元朗這位所謂兒童駕電單車的片段再流出 網上炫耀這輛戰車 就說你覺得我會怕媽 報導的內容提到 元朗這位所謂兒童的鐵騎士開大膽車事件再度發酵 日前4月6日相關片段風傳過後 疑似攝氏的男童在網上霸氣回應 就說你覺得我會怕媽 並上載他那輛戰車來炫耀 聲稱是香港第一格 日前夜晚 再有片段流出 這個兒童鐵騎士 開著綿羊仔 載著同伴 逆線駕駛 駛進水車管街 再踩上行人路 放下同伴過後離開 話說這位年約10歲的男童 開大膽車並沒有戴頭盔的情況下 在元朗鬧市 左村右插 引來全城關主 不少人要求警方嚴厲執法 並有網友說 早兩星期在朗平對出都見過他 直接在警車前駛過都當沒事 雖然網民露斥 無法無天 但這位兒童鐵騎士似乎毫無具息 事上載新聞是威水事 昨晚不單上載有關新聞 還寫了一句 就說你覺得我會怕嗎 同時上載自己的戰車片段 拍攝的環境在村屋附近 不排除這個男童是住在元朗的村落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這個兒童說未知闖禍 感覺上看見新聞覺得很威水 還打卡上網說你覺得我會怕嗎 相關事件繼續發酵 未知何時會有進一步的下文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近日網傳熱湯泡浸的紙瓷巾便會變形 環境局實測浸足一小時都可以用 亦可以改用觸目餐具 報道記者提到近日有報道 和網上有評論指指餐具 若遭到熱湯長時間泡浸 會容易變軟和變形 環境及生態局透過食食香港運動宣傳代表大西鬼 在社交專頁上載實測指餐具的內用程度 結果顯示 只將餐具盛載熱湯、粥和熱飲 一個小時後 只有少少變軟 仍然能夠使用 環境局強調 環保餐具除了用紙瓷巾之外 還有其他物料可以選擇 包括有木竹、金謝、渣章、木章、草章等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話說近日網上流傳過 亦有相關報道說到 有個人叫外賣 估計在連鎖快餐店拿了紙瓷巾 結果回到家吃吃吃一邊變形紙瓷巾 那人太生氣 把過程送上網 結果近日環境局特意做過實測 講講一些紙瓷巾浸在湯裡沒有問題 浸久一點也只是軟一點 當然未知道實測那隻紙瓷巾 以及日前那位港男用的紙瓷巾 是否同一間餐廳或同一隻紙瓷巾 不過局方特意澄清 除了紙做的一些餐具之外 還有其他物料可以選擇 這個交給餐廳 因為4月22日會禁交 現在各大餐廳應該要準備好 看有甚麼可以取代交餐具 不過日前紙瓷巾的風波 令到很多網友都即即清奇 認為紙瓷巾行不行 現在有實測 就跟你說OK的 浸了一個小時熱湯都沒有變形 不知大家怎樣看 不妨留個言聊聊天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